亚洲最前线世界商机一把抓 全亚洲的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周玉琴 欢迎收看亚洲最前线 首先带您来看今天的财经焦点 史上第一座横跨欧亚海底隧道 在今天开通连接伦敦和北京 食安问题连环报 消费者究竟如何自保 财经旺焦点深入点名 今日我最赚带您到土耳其的 伊斯坦堡见证这个国家 如何扶植年轻新锐设计师 从胖大人香精面包 山水米 列纸米 到现在的大桶黑心油品事件 台湾的食品安全的问题 可以说是连环报 不过黑心食品不光是在台湾而已 欧盟也踢爆 全球十大诈欺食品 食安究竟怎么把关 财经旺焦点在今天做深入点评 我们先带您关心全球股市 美国工业产值暴喜 不过九月二手房的迁销数据 不及预期 美股涨跌互建 道琼 纳斯达克 皮洛下跌作收 欧洲股市方面 周二开盘涨跌不一 截至北京下午四点钟 英法股市上扬 德国股市下措 亚太股市则是涨跌互建 日经指数周二回落 中场是小跌 下跌了七十点 韩国股市收红 而港股也是上涨 截至北京下午四点钟 新补海峡 印度股市是上扬的局面 而马来西亚则是下跌 再来看的是大陆股市 早盘震荡拉升 随即受到上海自贸类股 跌停反而拖累 深入两市 由红翻黑下跌接收 受到美股收黑影响 台股在今天是下跌开出 不过尾盘受到了百货 纺织类股点火拉抬 中场大盘指数上涨13点 收在8420点 史上第一条横跨欧亚大陆的海底 隧道在今天就要开通了 土耳其的伊斯坦堡 地跨欧亚两个大陆 中间隔着博斯普鲁斯海峡 欧亚隧道就是建造在这个海峡底下 从欧洲到亚洲只要4分钟 未来隧道会继续的延伸 连接伦敦和北京 被称为是世界丝绸铁路 世界第一条连接欧亚大陆的海底隧道 终于通了 29号举行开通仪式 马尔马雷隧道连接土耳其伊斯坦堡两侧 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 横跨欧洲亚洲大陆 开通仪式特别邀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席 因为这条隧道日本银行是最大金主 出资高达7亿3500万欧元 马尔马雷隧道计划远在153年前 二图曼帝国苏丹时代就已经提出 直到2013年才实现 全长13.6公里 海底隧道部分占了1.4公里 海底钢管隧道位在海床底下50多公尺 地震活动频繁地区 因此隧道的防震度提高到9级 一天能够运输150万人次 短短4分钟旅客就能从亚洲 递达欧洲 隧道施工期间不断挖出败战亭时期 考古文物 一度延后工程进度 明年这条铁路会延伸到亚赛拜然 未来贯通英国伦敦到北京 被称为丝绸铁路 中文组组合报道 有感于美国在全球争抢投资资金 每况愈下 经济成长出现了警讯 美国总统欧巴马的行政团队 已经锁定外人直接投资FDI 作为拼经济的施政重点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2000年的时候 全球外人直接投资的总资金 美国南瓜其中的37% 到去年的占比已经降到了只有17% 全年才吸引1660亿美元 这比2011年缩减了28% 美国联准会在星期一公布了 9月工业生产月增率 高于经济学家的预测 重返2007年平均月增率的水准 这显示已经回升到了 最近这波景气衰退之前的水准了 尽管指标显示 美国产业景气持续回升 但是预料不足以促使FED 在本周决策会议启动量化宽松退场 在历经美国政府停摆 债务违约危机以后 市场多半预期 FED在这次会议应该会按兵不动 维持到明年的6月份 美国房市已经摆脱了2008年泡沫破面的阴影 不过加拿大和挪威等地的资金宽松的推波助澜之下 房价可是一路的飙涨 经济学家以及房市专家担心这些地方会沦为下一个房市泡沫的灾区 美国财经网站CNBC报道 以色列 加拿大 挪威 比利时 澳洲 杜拜 香港 伦敦 新加坡等地 被学者专家列为房市泡沫化的警报区 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 马来西亚政府目前正在积极在首都吉隆坡兴建庞大的金融商业区 企图要成为亚洲版的金融中心 但是分析师却也提出了警语 恐怕这会为脆弱的马国财务带来沉重负担 马国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毛额比重大约9.4% 是亚洲国家最高之一 分析师同时表示 马来西亚近来一连串超级商办大楼计划 将在中期让办公大楼的供给过剩更加严重 苹果电脑在台北时间的今天凌晨 也就是在美股收盘以后公布第三季财报 尽管苹果手机销售超过3380万只 营收也高达375亿 都比去年同期增加 但是苹果的毛利却大幅度下滑了37% 让投资人担忧 苹果最近密集推出两款5系列iPhone 以及iPad Air更新版的iPad mini 市场对这次的财报相当的关注 希望借此了解 苹果一次推出两只手机的策略 到底是不是奏效 虽然说手机销售和营收 都优于分析师的预期 不过获利却是连续7G下滑 这似乎是苹果必须要改善的当务之急 苹果电脑的股价也在盘后交易当中下挫了2% 南韩手机大厂LG正式推出6寸荧幕的可弯曲智慧型手机 这款垂直弧形手机号称可以在打电话的时候 更贴合使用者的脸型 手机被盖还有自动修补刮伤的功能 和电影金刚狼一样 这款可弯曲手机预计11月份在南韩上市 而这将是继三星之后 全球第二只量产上市的弧形手机 和三星较劲的异味可以说相当浓厚 LG推出的G-Flex是继三星之后 全球第二只量产的可弯曲荧幕手机 这只6寸OLED荧幕手机厚度只有0.79到0.87公分 配备四核心处理器 加上1300万画素相机 主打手机可以上下弯曲 打电话时更贴近使用者脸型 同时背盖上更具有一层弹性镀膜 号称小刮伤能够在几分钟后自行修补 就像电影金刚狼一样 至于三星的弧形荧幕手机是平行弯曲 用户只要倾斜手机就能看到 错过的来电讯息等等 但是荧幕可弯曲手机 目前应该是缺头大于使用 另外LG代工的Google Nexus 5手机 很可能在11月1号发表或上市 根据照片应该会有黑白两色版本 但是路透报道 LG的手机部门目前呈现亏损 代工产品如果大卖应该不无小补 记者周恒天综合报道 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国直来NBA已经和三星电子 签订一项长达三年价值1亿美元的 三年合约 两者希望透过这项合作范围广泛的策略结盟 以扩展全球市场 新合作让三星立刻成为NBA赛事当中 曝光率最高的企业之一 三星电子本身已经是NBA平板电脑和电视的官方供应商 本周星球季开打的时候 再提供场外显示器 让裁判得以检视判决是否有误 台湾的财政部长张胜何表示 要减少台湾屯房现象 将建议地方政府调高 拥有两间房子以上屋主的房屋税 目前税率大约是在1.2%到2% 但是一般地方政府呢 却都只割1.2% 其实还有调高的弹性空间 目前全台湾大约15%的有壳族 因此会受影响 但是这个政策呢 让不少已经拥有多间房子出租的房东说 心理影响比较大 因为这多出来的税金 还是会转嫁给租屋者 最后受到影响的 恐怕还是一般弱势的租屋族群 打开自己正打算出租的小套房 从事仿制业的林先生 在中山区有十几间房子 如今可能要负担更高的房屋税 让他很无奈 我认为心理影响层面很大 因为我们重视我们被磕 被怎样 我们该缴钱 我们也会附加给所有的房客 直言政府提高课税 但实质上根本影响不到房东 财政部长张盛和为了抑制囤房 提出要调高第二户以上的房屋税 目前自用住宅的房屋税为1.2%到2% 但地方政府大多只割最低的1.2% 并没有割到2% 未来希望地方政府能够调高房屋税 来减少囤房的现象 圈台将会有15%的有可足受到影响 买两栋房子会加税 那他们可能就少买一栋房子 那可能就会有多的房子出来 那他们相对的房价就会跌 那房价一跌了以后呢 那些比较没那么多钱的人 他们就可以去买房子 不过央行总裁彭怀南也提醒 目前房贷占家庭收入达到30% 甚至台北市的房贷跟占到收入的比重达到47% 再度提醒民众如果税率调升 缓缓能力恐怕会出现问题 记者联系王宗翰台北才报道 台湾的黑心油食品风暴越演越烈 连鸿海董事长郭台铭都跳出来讲话了 郭董炮轰说这些黑心厂商根本就是诈欺 政府应该祭出刑法伺候 要像罚酒驾一样的加重刑责 红海董事长郭台铭一开口就秀山东话 让台下大陆山东省长参访团贵宾超有面子 不过谈到国内食品安全风暴 郭台铭可是很严肃 呼吁政府要用刑法伺候重诚不孝伤人 虚假来骗的一定要严惩 而且要用刑法来严惩 就跟酒醉一样 痛骂黑心食品郭台铭还说 自家已经在荷兰成立食品检验所 不过谈到鸿海代工制造本业 郭董更是讲话有大声 智慧已经手机的制造生产 我们已经仅是三星全世界第二 我们在Tablet我们是全世界第一 苹果第四季财报出炉 预估业绩成长主力 iPhone 5s可以卖5100万支 平板iPad Air可以卖2500万台 双爱买器也等于是鸿海股价救星 对他们最对不起的就是说 让他们这两三年并没有赚到钱 我觉得小股东他们买股票 他们的资讯不外乌都是看电视 或听别人说 那我们很希望 我们让他来看一些 我们研发了新的东西 只是郭台铭原本周四 就要亲自主持小股东联谊会 原本说来者不拒 但现在报名人数冲破千人大关 只好从严筛选三年以上 股票持有人择棋再办 记者唐一辰宁 及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大陆家电零售龙头苏宁集团 旗下苏宁易购转型云商之后 宣布与联想战略结盟 斥资4.2亿美元 投资知名视频网站PPTV 苏宁云商成PPTV第一大股东 进军网机网络数位内容的消费市场 苏宁收购PPTV 意在图谋移动网机网路 以及电视频入口 借以提升比较晚进入 网机网路的苏宁扩大规模 广告之后回来的财经旺焦点单元 我们今天要来探讨的是 台湾黑心食品连环报 食品安全面临了风解吗 究竟谁可以替消费者把关 民众又应该如何自保呢 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亚洲最前线财经旺焦点 在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其实也是亚洲的华人共同所关心的 那就是食品安全的问题 到底要怎么样去解决呢 因为我们知道虽然说大家都非常注重 食品安全还有健康的问题 偏偏你会看到一些黑心食品层出不穷 这个犯罪的行为啊其实终究是应该要付出代价的 面对最近我们看到又是一连串的风波 台湾的卫福部呢出手了 对于黑心厂商包括大捅长机以及复卫箱重扎 要追讨这两家业者的不法获利 同时并入罚款金额一共合计23.4亿元 那么这也创下了台湾首次追老黑心业者不法所得的先例了 不过早在卫福部出手以前呢 12家与大捅长机来往的银行 他们也要自保 所以就率先行使了抵消权 扣除一亿多元先发制人 但是最应该被关注的消费者退货赔偿 这个机制呢依旧还是陷入一片混乱 带油桶拿发票到大捅长机退货 碰上假日场区休假消费者扑了空 自己说就是跑来这边退的 他现在又限制时间 个体户退货赔偿没着落 但盘伤更惨 之前再来上百个油桶退货 却只有收据没有现金 混油案爆发了12天 大捅长机的退货赔偿机制 始终紧紧揪着退货民众 骂声不断甚至还有砸瓶子的呈现混乱态势 官方双管齐下 但罚得了业者却顾不了消费者 因为退货民众球场如果碰上团体诉讼 可能遥遥无奇 但不法获利却周旋在业者和政府单位之间 大捅长机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七年多来自违法情赐 财罚可达18.5亿 大捅长机除了得缴3040万的行政罚款之外 卫福部出手开闸追讨18.5亿不法获利 在针对复卫乡这两年财报尽力追讨4.6亿 两家业者得缴出23.4亿元 而且七天之内就会收到通知 官方重罚创下了国内首次追讨黑心食品业者 不法所得的先例 我们在调查后我们有新的事实证据的话 这个部分我们不排除还会再提高 不过和大捅长机往来的是 二家银行早在22号就行使了抵消权 扣除一亿多的流动资金抽银根先发制人 官方重罚银行抵消 让业者这下得面对重罚充公的拦截手段和惩罚机制 但提着油桶的民众和盘商 封城普普到厂房退货 他们应该取得的货款和赔偿细节 谁来担保 却得落得自己想办法的困境 中文新闻台北台中综合报道 好 眼看着在台湾的食品安全问题连环报 究竟我们消费者的权益如何把关呢 在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萧经会秘书长雷立芬老师来到我们现场 秘书长欢迎您来 主持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 您看看像我们刚刚那个报道里面 民众已经是个受害者了 但是他要去求偿 都是难上加难 这实在是看起来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是 像现在要退货的话 就是拿空瓶子 或者是拿这个发票 那我们今天接到一个消费者投诉 他说现在都是电子发票 然后他已经退色了 那我怎么办呢 对 那所以这个问题的话 他就说那我这个拿了一张 没有办法证明任何的东西的一个发票 我如何去求偿 所以真的在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政府提高了行政罚款 或者是追讨这个不法利的 但是完全没有去讲说 你消费者的损害这个部分 应该怎么样来进行 特别是这一次的这个整个金额实在太高了 所以一个礼拜这样下来 我们发觉很多的消费者 事实上即使你拿着发票 你拿着这个没有吃完的油 你都没有办法拿到现金了 因为刚刚那个一亿元的现金 都已经被银行给扣押了 所以消费者现在真的是求偿无门 更不要讲就是说 过去七年你已经吃到的这个 浑冲的油 或者你吃到的这个 没有花生的花生油 或者是你吃到那个 没有辣椒的辣椒油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你身体受到的伤害 到底谁来陪你 都没有人讲这个部分 是 而我们当然也是很不解的一点 就是说 为什么老是出问题 为什么我们吃的东西 会是这么离谱的 那么像该有的东西 它都没有 那么刚才我们其实看到 就是说你橄榄油 这个油里面掺杂的一些 有的没的东西 这种混冲的事件 当然会引起大家的关注 到底如何才是没有问题的油品呢 目前来讲的话 就是说一开始查气 是因为橄榄油的一个部分 结果因为大家都为了健康 都知道说要吃橄榄油 结果没想到这个橄榄油 是混冲了其他的油 免子油 葵花油 甚至因为颜色不够 还加了这个同叶绿素这样子 那其实这个都真的是超乎想象 我跟食品界的相关的 这个朋友讨论 他们一开始的反映就是说 食油的这个食品 食用油的部分 是最不会出问题的 没想到它是出最大问题的 一个食品 所以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惊讶 那它会出这么大一个问题 最主要就是说 在检验的过程里面的话 它不是 就是说那个混冲的油的话 它的检验方式是检查 它的所谓的脂肪酸的这个比率 那所以就因为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比率的话 它就有很好的一个方式 就有不同的油 它就可以调配出来 就像我们调水彩 就可以调出颜色出来 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所以橄榄油的这样的问题 其实在台湾 当然我们第一次发现 可是在欧洲的话 在美国 它已经不是少见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派完根的上 那时代的 所以是全球都有 对对对 就是说欧美国家 有发生类似的问题 那我们也发现了 所以我们还蛮先进的 这真的是 讲起来觉得很遗憾 对对 因为其实呢 这个健康 其实有的时候 它就是在你毫不经意的情况之下 因为你吃了不对的东西 不该吃下去的东西 一点一点的损耗你 轻食你 就有人在讲 说那这个高正丽 就是这个黑心厂商的 这个董事长 他跟卖安非他命 有什么不一样呢 他只是时间快慢而已 他就是在毒害大家的健康 我们现在看到的 不是只有刚刚讲的食用油 米酒没有米 对不对 然后昨天也有这个业者 就在讲 他们是正派的经营的厂商 但是呢 他说消费者 你们千万不要再贪便宜了 40块钱以下的酱油不要买啊 这个是一个最起码的 一个评断的标准了 好 那我们回过头来再说 刚刚讲到的这个 食用油出了问题 比方说橄榄油 就是因为注重健康的人 才会去买那样子的橄榄油 那我请教一下秘书长 他加这个铜叶绿素 到底会对于人体 造成什么样子的危害 不良的影响 铜叶绿素的话 基本上它是一个染色剂 就是说它的这个 像口香糖啊 就它们可以 或者有些食品 要让颜色漂亮一点的话呢 它可以添加这个染色剂 那其实铜叶绿素 对人体的一个危害 远远不会比这个 棉子油里面的棉分来的严重 其实棉分是更严重的 棉分它最主要会造成 这个生殖上面的一个 这个造男生不孕 或者让女生的经期不正常 所以那个影响是比铜叶绿素 来的更加严重 那刚刚讲到说 我们好像是为了健康 才吃橄榄油 结果不小心你吃到的是 反而所以身体有害的油 但是很遗憾的 就是卫福部啊 或者我们的学者 现在都站出来讲 这个油 棉子油是 检验结果是没有棉分 它是安全的 它是可以食用的 所以现在 所有回收的这些油的话呢 除了是有添加 铜叶绿素的这个产品 是不可以再上架 那如果说只是 混冲棉子油的话 重新标示 就可以再上市 所以肖基会 对这样的一个说法 事实上真的是 非常不以为然 因为我们 现在检验棉分的 这个方法 事实上有很多的 另外一派的学者 他们提出来了 这个不同的说法 他们说 现在检查呢 没有经验的 也检查不出来 经验过的 也检查不出来 表示说你的检验方法 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之前 像我听到的 就是说 这个差别就在于 有没有经验 它现在这个黑心厂商 它的问题 不是在于 它用了棉子油 是因为它没有经验 所以如果我们认为说 它有经验过的话 那就OK 但是肖基会不赞同 对 就是说经验过的话 就是棉分的含量 应该非常的低 那政府告诉我们的是说 现在都验不出来 可是验不出来 是经验的也验不出来 没有经验的也验不出来 所以表示政府的检验方式 是一个不可靠的 对 是不可靠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让它重新标示 再上市 事实上是第二次伤害消费者 我们认为政府真的不能够 这样很轻易的 就让消费 让这个业者呢 用重新标示就在上架的方式 是 其实的确现在消费者 对于政府的把关不利 已经是高度的存疑了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这次在爆出这个油品 它的配方资料可以造假 也就是说 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黑心厂商 它非常的精啊 它的这个配方呢 它可以一开始的时候 它是里面掺杂着 你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东西 但是呢 当它后来发现 它好像被盯上了 它的配方就开始改 一改再改 一改再改 改到后来呢 是你没有办法抓到它的小辫子 这个是多么的可怕呢 那现在呢 它居然说 这些有问题的油品 它是有GMP标章 认证通过的 所以 秘书长 这个就会让我们 其实会觉得说 太离谱了 那我们还能够相信谁呢 连GMP认证 都可以被蒙混过 最主要GMP的话呢 是看它的工厂 整个工厂的生产的一个流程 环境啊 它的这个仓储设备啊 看它等等 就是主要是着重在 这个生产的一个部分 那因为我们相信 好工厂 就会生产出好产品 当然 所以如果说 你的工厂都已经不好 当然你的产品就不好 可是这个GMP呢 事实上只看到工厂 它并没有对它的产品 来做检查 那即使就是说 这个产品 你拿到这个标章之后 虽然是说有定期 可能三个月要多长时间 就回来会再做追踪 但是我们是很怀疑 也就是说在追踪的过程里面 是怎么样的追踪吧 是 就是你到工厂去看 你可以在它的这个 会客室里面 跟主管高层聊聊天喝茶 这也叫做重新检视 那你也可以很仔细的 去看它的配方式 然后很仔细的 去看它的这个仓库 看里面有没有蟑螂老鼠 在那边爬来爬去的 好那所以你到底是怎么样去检视 这当然就是一个关键所在 那所以现在这个 大同长期这个公司的话呢 它前面很努力的拿到GNP之后 后面的继续在追踪的一个部分 我们有强烈的怀疑 事实上完全是没有落实 或许真的有检查 但是真的只是随便的一个检查 就是你不能只是看表面文章 因为像国家认证 大家一定都是高度的相信它 信赖它 但是你发现说 原来这些都可以被骗过 因为你只看表面的这个表样文章嘛 所以呢 就当然你根本没有去伸解 就是说它这个里面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配方 什么样子的成分 那么食品安全 当然就会让人很担心 它是不是真的已经是崩解了 那秘书长我请教您 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棉子油 棉子油啊 其实就有专家就提出来说 大家也不要那么的怕 说里面有加了棉子油之后 你就觉得它有问题 因为他们的讲法是 在国外它是广泛被使用的 那么但是在台湾 怎么会又被称之为毒油呢 您可不可以谈一谈 我想学者说 在国外很广泛使用 那相对来讲 事实上我们看到广泛使用的国家 是中国是印度这些国家 那其实相对所得比较高的国家 它不会拿这个棉子油 来当作主要的食用油 那它加棉子油的用意 它们可能只是加一小部分来 就是说你可能很多的产品 你大概都需要一点油 那我就用棉子油 因为它相对是比较稳定的油 所以可能在制造过程的话呢 我会略加一点棉子油 那很重要的棉子油 就是我们刚刚讲说 它要安全 最重要就是它不要有棉分 那棉分的话呢 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成分 那所以你要把它在纪念的过程 要把它排除的话呢 是要很高的一个 相对要比较高的一个技术 那我们会对台湾的这个 这两个油厂的棉子油 我们觉得不放心 最主要是它没有纪念的设备 是 就是说如果你是进口的这个 很初级的这个棉子油进来 然后你有纪念的设备的话 那我们可以相信是 你有在纪念在添加 那你连这个设备都没有 我们怎么会相信说 你用的是比较经验过的棉子油 当然 对那所以后来包括就说 我们也发现 怎么有进口这个棉子饼的这样子 就是大家都怀疑说 是不是进来 然后再把里面剩余的这个油 再把它榨出来 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质疑在 那所以农委会最后再去查证 他说这个都到饲料里面去了 但是其实消费者还是不放心 因为它还是缠在棉分嘛 那所以动物吃了 那最后还是人又吃了 吃了这个肉品 还不是又进到身体里面去吗 的确是 而且我们刚刚在讲的 其实是大桶长鸡 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家复卫乡 那家就更扯了 他在第一时间的时候 他说我们这些都是没有用在国内的 对 我们都是外销到其他的国家的 你把其他国家的老百姓不当人吗 对 他们的健康不需要把关吗 他们能够吃这种黑心食品吗 是不是真的太离谱了 所以等一下回来我继续来请教我们的秘书长 台湾食品的安全不断在出问题 其实站在保护消费者的立场上 身为一个组织 究竟应该怎么样能够进一步有效的监督政府反观呢 欢迎回到亚洲最前线的财经旺焦点 黑心沙拉油的风暴让人十不安心 欧盟最近公布一份清单 罗列最容易欺骗消费者的食品 第一名是什么呢 就是橄榄油 再过来就是鱼类和有机食品 在十大黑心商品当中 蜂蜜 咖啡 葡萄酒也都上榜 有些超市还担心花枝圈 是用猪的肛门做成的 因此拿去化验 超市满满的食品包装完好 消费者看得眼花缭乱 不过这些包装底下所卖的 很可能是问题食物 全球炸气食品层出不穷 引发消费者疑虑 那到底什么食品消费者最容易上当 现在欧盟有答案 列出十大最容易出现炸气的食品 前三名分别是橄榄油 鱼类以及有机食品 橄榄油之所以会在名单上 是有鉴于被视为真品地中海产制的 出炸橄榄油 根据戴维斯加州大学调查 有将近三分之二不是出炸橄榄油 另外同在炸气食品单上的 还有乳品 骨类 蜂蜜 甚至咖啡和酒品 这份报告令人出乎意料的是 曾在欧洲金爆马肉混冲牛肉的丑闻 却没有因此让肉品类登上炸气名单 反倒花枝圈一度被质疑 可能是竹缸门做的 而欧盟这份出稿名单 还得等到11月审核才定案 中天新闻综合报道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台湾的肖金会秘书长 雷秘书长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刚刚其实我们聊了很多的这个黑心食品 太离谱 国外当然也有 但是我们如果要看台湾 台湾现在你老是出问题 那么到底政府机构有没有在做什么事情呢 你看起来他好像根本没有在严加把关 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呢 秘书长 我想刚开始的话呢是最主要就是罚者真的行政罚款的一个部分的话相对是比较低的 像这个广告不实的部分的话呢或者标示不实最高开罚20万 所以这个大概所有的业者的话 其实像刚刚我们讲 混冲沙拉油 橄榄油的那个部分 其实最高就是开罚20万 所以这个对业者来讲有什么影响呢 那刚刚添加那个同业绿数 那个也是不应该加在石油里面的 那个每一件开罚10万块 所以这个真的对业者来讲 跟他的这个极度的一个暴力来讲的话 那真的是这个酒牛一毛而已 对业者真的是罚不怕 的确啊 对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说这些产品事项 你应该经常要去做市场上要去抽查 要去检查 包括我们说GMP工厂 你应该定期去看 因为如果GMP工厂 以大同刚刚很多的他的这个员工爆料 说他里面是怎么样的不干净 他怎么样苛刻员工 我想只要稍微用心去检查的话呢 他绝对不会把问题拖到7年这么长 因为你定期都在检查的话 一定可以看出一些小 一些问题的癥结出来 所以你看这个罚则很轻 然后又不是定期的在检查 那所以给了这个业者很好的一个犯罪的机会 是 然后这犯罪之后的话呢 犯完罪之后 事实上最重要的 我们也没什么刑责 如果说今天这个高正丽的话呢 今天这个犯了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觉得情节重大的一个 一个一个这个问题的话 他会处到这个三年七年 甚至到终身的一个徒刑的话 我想他应该不至于 他应该这个态度上呢 就会有很大的一个转变 但是到目前来讲 虽然食品卫生管理法 就是说就他目前的行为来讲 可以开发 就是有可以付三年以下的行者 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他到处乱跑 是 对所以 所以就是说 我们看到他的改变 就是他本来是开两百五十万的进口车 现在改开国产车 就是这样 但是他还是跑来跑去 所以他跑来跑去的原因是因为 他在那边准备脱产 他还是准备再去开另外一个工厂 有 他现在他这个工厂里面的这个仪器机器 其实他在打包 开始变卖或者 是 就是是不是在变现 这个已经被盯了 但是你盯了又怎么样 就是说其实现在在法律上 这个机制上面 你好像还是显得相当的这个有限 那这个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杜绝 一连串食品诈欺的问题 我想我们请这个萧姬惠来呢 就特别要请教一下秘书长 萧姬惠其实过去长期来 一直长期协助食品安全的受害民众 去提诉讼 你们提相关的诉讼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 一年过了一年 越来越心灰意冷 因为从我们过去的记录来看 这个处分的结果往往都是不如预期的 是不是这样子了 林书长 就我们当消费者争取团体诉讼 我们打团体诉讼 那我们打的第一件食品的问题 就是说话记 那也刚刚在这个月的17号宣判了 这个案子还算是处理蛮快了 从去年我们3月15号送进法院 然后今年的10月17号来判决 这是很快的 然后在这个案子里面 我们的消费者有562位的消费者 然后他们总共求偿的金额是24亿 就是说这个金额是消费者自己提出来的 就是说他自己觉得说我吃的说话记 我有什么样的损害 他自己写这个金额 然后我们就是把它给提到法院里面去 那他们损害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在法院是完全没有接受 因为法院法官的一个说法是 你根本就没有举证 你身体的某一个部分受害 你少了一块肉 或者你多长了一块肉 是因为你吃了硕化剂产生的 你没有这种举证 所以法官完全没有接受这个损害 赔偿的这个部分 也就是说这个举证 其实你要把它列入为说 它是有关联的 这个其实是难度很高的 非常高 而且就是说像说话记的话呢 基本上它可能是一个慢性的 它不会说是在几天之 就是说不会在几天 或者几个月之内的话呢 就让你的身体产生很严重的病变 它是慢慢的慢慢累积 慢慢的这个衍生出来的一个病变 那所以法官这个部分 他就完全没有 所以他判的很离苦 完全没有 所以这个120万的判赔是 就那个发票金额 就是这个消费者 他当时举证说 我有购买你这个产品 那那个发票上面的一个金额 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件 9块钱 因为他可能就买了一瓶水 那个就是9块钱 那甚至我们告了几个业者 因为消费者没有发票 所以那几个业者呢 他根本连赔都不用赔 他没事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很 这个对消费者非常不公平的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被告的话呢 他们引用的是我们卫福部里面的一则报导 它里面的这个说是 根据人体实验的话呢 这个塑化剂呢 在身体里面 最长时间24小时就可以排 就可以代谢掉了 对 所以绝对没有问题 所以绝对不会在你身体里面残留 所以对你绝对没有伤害 所以就这个很强的一个论点 可是好像卫福部后来讲说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可是他们就明明有一个那样的报告 对对对 事实上当时我们在诉讼的过程里面 就是当被告的这个被告的律师 提出这个论点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去喊给这个卫福部 请他们去查证这个资料是否属实 如果不是正确的话 那是不是请你下架 不要放在网路上 给这个被告很好的一个佐证资料 因为来自政府的资料 怎么可能会有错 有政府背书啊 那卫福部的话呢 他告诉我们说 我们是很公正的团体 所有的资讯正方反方 我们都得公布 所以他也没有撤 那所以一直到最后诉讼结束的时候 这个东西还是变成是 法官引用的一个很强的佐证 是 换句话说 其实站在消费者的立场 永远是最弱势 最无力的 业者其实你对他来讲 比方我们刚刚还要再讲一遍 那高震丽 七年可以海捞个七亿 那你今天就算是一个二十万 不痛不痒 完全罚不怕的 那么如果要在讲之前的 才刚发生的这个胖达人 含香精的这个例子的话 那同样啊 你塑化剂都可以说 你身体健康的有损坏 跟我的这个塑化剂没有关系 胖达人的这个香精跟你的健康 有任何的这个牵扯 同样的他也可以说是完全无关的 你就是很难举证 我请教一下秘书长 行政院要成立所谓的食品安全 守护联盟 好像我还听说说 有一笔资金 是不是 这个所谓的联盟 或者是要有一个基金 对 这个到底是真的能够为食品安全 做任何的这个把关吗 这个联盟的话呢 到现在还是不确知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一再呼吁的就是说 食品安全应该是一个跨部会的 一个工作 因为你的食品来自农业 来自这个食品加工业 然后最后进到通路 所以它是横跨农业工业 还有这个服务业三个行业 官员不是都已经讲了吗 说这个食品安全就是国家安全 要提高的国安层次对对对 虽然是这样子讲 但是实际上呢 在卫福部里面有一个食品安全小组 那这个小组是确实是跨部会 但是它是在它的这个 食管署的下面的一个组 所以它基本上是没有离开 这个卫福部的这个位阶 所以所谓的这个 这个食品安全守护的一个联盟 是不是可以真的 走到最高的行政跨部会 甚至已经到了行政院主管 在总统之下的这样的一个成绩 我们都怀疑 那更重要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就是说 是不是有一笔基金 我们一直期待的就是说 是不是有一个所谓的消费者保护基金 那在新的食管法里面是说 要成立一个食品安全基金 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到 塑化剂的这些受害的消费者 他不用经过很艰难的这种诉讼的过程 他也可以得到一些这个损害的一个赔偿 但是目前来讲 这个基金还没有法源 没有法源 你怎么处理呢 对对对 那所以刚刚 其实我们一再讲 就是说政府重罚了23.4亿 是 23.4亿到底要到哪里去 只是帮政府开拓一个新的裁员呢 还是说这个23.4亿 就会进到所谓的这个食品安全基金 然后现在呢 就这一次的这个油品的一个事件 这些所有的消费者 是不是就会用这23.4亿来做赔偿 这个完全都没有碰触到这样的一个核心问题 就是卫补部只是说 宣示我大动作的 我要去追讨这个步伐所的 但是你追讨之后要干什么 没有人知道 他也没有讲 基本上他也没有讲 所以现在能不能够进一步的去 去促请 比方说是靠着这个民意代表 或者是借由什么样子的力量 能够加速这个部分进行 至少你不是说 因为现在政府这个财政吃紧 所以我要填补那非常空虚的国库 我就来这个大力的求偿 求偿高达上亿元的钱 但问题是真正吃下肚的 受害的都是一些消费者 没有进到消费者的口袋等于是零 对没有错 那刚刚事实上 我们有看到就说 他在七天里面开罚 可是开罚之后 事实上这个业者 他还有宿愿期 所以他还可以再到行政法院 到行政法院的话去上书 那以过去的经验来看的话 几乎所有的开罚事件 到了行政法院呢 都是胜输的 就是我们的行政机关通通白书 所以这个23.4亿的话 最后真的能够被 真的能够开罚的 如果只要有一成2.3亿的话 或许我们都觉得已经是很不错的 那更重要就是说 这个开罚出来的这个钱 到底要做什么用途 是 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清楚的交代 没有 完全没有交代 是 好 所以呢 其实现在大家都非常关注着 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 在 我就很不解的 就是说我请教一下这个秘书长 因为现在大家既然都是高度的关注 而且整个舆论社会的氛围 其实都是比较站在消费者的 大家都在吃 大家都要吃 你现在这个爆出来的东西太多了 这一长串的你简直是查不完了 所以其实在这样子的氛围之下 不是应该理当对于这个保护消费者来讲 是一个最好的timing吗 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 不是应该可以比较容易推动 为消费者的这个健康安全而去把关吗 秘书长 社会的氛围是这样子 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 这个政府并没有做出任何的一个回应出来 所以他只是说舆论这么大 所以我把不罚所得我要去追他 然后甚至就是说 我们刚刚讲到罚不怕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就是把这个行政划环的部分 我再把它提高 提到无穷高就是这样子 那其实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 你该从头把关的一个部分 譬如说你从工厂的源头 你从原料进来 包括免子油进来的时候 为什么政府都不知道免子油有进来 然后它的下游到哪里去了 这些业者进来之后到底到哪里去 所以当被查出来说 免子油进的量是这么多 大桶长期用了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 护卫箱 他也用了另外60%的时候 事实上你应该马上就很快的公布 那护卫箱的那60%到哪里去了 那甚至免子油 大家开始疑虑的时候 那个棉分的问题 你应该就是很快的检查出来 所以所有的疑问 应该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 把它做完 但是政府完全没有 是 今天非常谢谢肖金会的秘书长 雷丽芬 秘书长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们当然是希望 台湾的黑心食品真的不要再有了 广告之后回来 今日我最传 我们镜头带您到伊斯坦堡 来看看土耳其 他们如何扶植年轻新月的设计师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亚洲最前线 今日我最传的单元 接下来我们带您去看看 土耳其的第一大城 伊斯坦堡 见证这个国家怎么样去扶植一批年轻新锐的设计师 在全球时装的版图 开拓立即市场 星期五晚上伊斯坦堡当代美术馆旁气氛很嗨 打扮时尚的土耳其名人们狂摆pose杀底片 一身绿色净状女子出现 所有人上前包围 土耳其的林志玲来看秀 为进入第十个年头的伊斯坦堡服装周增添看头 踩着十寸高跟鞋头上绑着旧旧 身穿金属色紧身皮肤的模特 衣服上的图像不是时尚大帝 Carl Larkfield吗 只是这个头发怪怪的 幽默淘气前卫 是土耳其设计师DB Burden的创作 土耳其在过去十年 在政府的推动下 本土设计师的品牌 就像雨后春笋般的冒出 伊斯坦堡有机会成为 巴黎 米兰 纽约 伦敦后的 第五个时尚制度吗 其实纺织跟服装 向来就是土耳其最大的出口产业 Hugo Boss Burberry Donna Karen 都是Made in Turkey 廉价优良的制造技术 加上位于欧亚交界 利于运输的地理优势 土耳其仿制出口 一年就有3500亿台币 但是随着土耳其国力增强 已经决心要突破代工的角色 服装秀上忙着拍照的AJ 他是伊斯坦堡时尚学院的学生 梦想自己的作品 有一天也可以登上服装周 他距离木想应该不算太远 以古代战事 极换文学为灵感的设计 AJ他在象征女性柔美线条的肩胸腰上 加了硬名的皮革 为了稍凸显现代女性独立坚强 大胆的设计 为他拿下土耳其新预设计师大奖第一名 获得政府的补充资格 这里是土耳其市中心的Astra区 有上千家的流行服饰商店 让第一次来到这里的人 以为到了购物天堂 但是一走入店里才发现 原来这儿只做批发生意 专门卖给跑单帮的服饰业者 类似韩国的东大门 但不同于东大门 这里很多店都装潢华丽 乍看还以为是设计师的旗舰店 里头的衣服色彩鲜艳 套装 皮衣 礼服 走的是贵妇名愿路线 仔细一问才发现 原来这里高达九成的买家 都是来自中东还有俄罗斯 来自巴林的Bayer跟我们说 这些区域的消费者 特别喜欢高到的奢华 尤其热爱这种 从头到脚闪亮亮的礼服 土耳其长期作为欧洲精品服饰 跟品鉴的生产基地 拥有良好的工艺跟快速的反应力 早就是世界第六大服装出口大国 但如今 祖国不但是要制造 还要往设计 往引领流行趋势前进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亚洲最前线 我是周玉琴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